真言第三章第27节 你手要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我相信你听到我现在所说的 我甚至去到温哥华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叫正正经经的 牧师一直在我身边 这么多年教我 但为什么我认识到很多时候 甚至信了很多年的记忆徒 都没有可能认识呢 原来你真的进到你自己信仰的耐失 是你自己的性格 你自己要处理的东西 尤其是当你面对忍耐的时候 大把时间了 在那个时间 其实就好像讨过很多个钟 禁食很多日 或者零食很多个钟一样 同样有这个效果 圣灵会跟你说话 所以定姊妹 或者你是一个面包师 或者甚至你是一个文员 或者甚至你是做麦当努 或者你是一个掃地 但我想你知道 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你做的时候 圣经讲话是什么 不是做给人看 是做给神去看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进入圣经所讲 恒久忍耐的特质里面 而在里面 神不会让你浪费你的生命 在里面会教很多的智慧 是能人所不能 你在人生里面 你发觉神是亲自会教导你 指引你 帮助你 到有朝日 你甚至意想不到你的位置 会高升到什么程度 就像我今天一样 在当年我绝对想象不到 会有今天这个位置 因为实际上在当年里面 我完全不知道 原来一般基督徒 从来没有经历这些的 因为这个 现在我告诉你 我是过来人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入棺材 到死他都没有改变过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他没有将自己 这些第一步的门监 恒久忍耐这一步的门监 放在自己的信仰里面 放在自己的内涵和性格里面 我相信就算我身边的对一 都可以和你分享 我本身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 很有耐性的人 所有识灯学段年计的人 都一定可以说出这个特性 原因就是 这个是我自己信主的时候 由当年 就是我年幼的时候 已经知道 恒久忍耐 是进入爱的第一个门监 但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很多人得过港字 明明圣经已经有 这么清楚的保护 这么实的真理 但为什么都是得过港字呢 我见过有耐性的人 不过这些有耐性的人 不是他自己努力去做 而是因为天生就是这样 记住 如果你天生是这样 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努力去进入 一个更加高级的 忍耐 更加按着神的带领 进入一些有恒心的方向 和侍奉里面 当然有一些天生 是很暴躁的 很一虑的 很急进的 很多时候做了才想的 那些就更好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 做一点点 神就会给予很多回报 对于一些天生 可能很有耐性的人 当然神要去做的就更多 对不对 但无论如何 幸久忍耐 在我早年 就是当时 我在温哥华的时候 这么多年当中 都已经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这点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会 就算我相信医治 我胃一路都不康復 我说到50岁才康復 我都不会觉得是吃虧 对于有些人来说 我告诉你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医治不了 他就立刻证明 你这家狗还教医子 一定是邪教了 为什么我 由十多岁 相信到五十多岁 都会控制 所以你一定是邪教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能想象 那些人除了魔鬼 什么都不会懂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会明白 为什么我会在 你现在所听的 很多真理当中 我会做完 就是孜孜不倦的去做 我会再接再历去做 我会不言拜的去做 那样东西明明 根本没有结果的 比如好像 我的胃病是没有结果的 虽然其他很多东西 都真的神会去回应我 但有些我仍然是 一个礼拜 接一个礼拜 在那个折磨当中 我都愿意去做 原因就是 每一次我用 恨久忍耐这个特质去做的时候 我得回来的回报和知识 是超越了我的年纪 甚至超越了我在18岁之前 信道教的时候 的一生的总和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神的 肯定是 只是你的良心的说话 都没有可能那么有智慧的 尤其是你的良心的说话 通常是不能够和现实可以连接的 但是来自智慧的说话 你发觉你的现实 你是很有智慧的 你是改变到现实的 你所懂的这些知识 这些真知识 是会帮你改变你生命里面的很多这些问题 甚至到那个阶段到后期 我在恨久忍耐当中 开始进到一步 听到某一种特别的声音 那种特别的声音 那种特别的方向和特别的智慧 为什么我称为特别呢 是有些声音特别的吗 不是 是有一种智慧 是导致你能够点石成金 你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东西 都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这个就是我慢慢在我讲道里面 因此运作里面 带领教会里面 建立教会系统里面 开始听到这个灵蜜的声音 但是全部里面 绝对不可能脱离第一步 就是恨久忍耐 所以特别的知识 如果你连第一步行到 你不改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事实 你入棺材之前 你都不能进入到 你人生当中的圣点 我说你入棺材之前 也不可能 你一定要改 你一发现自己是敏症的话 你一定要抵挡这个敏症 宣布你自己是错 承认这个错误 然后刻苦几身去改 因为恨久忍耐 是每一个人 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 脱离人的有限的第一步 就是进入这个耐失 进入神所为我们设立的圣点 而事实上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摆落 或者很多人都奇怪 为什么不是好吗 现在我们说的什么都说快的社会 撒旦应该会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做一些对我们有益有利的东西 现在全世界人什么都要快 什么都要急躁 什么都要即时 甚至结婚都要快 离婚又要快 为什么不好呢 不浪费我们的时间 但是现在我相信你听完之后 你发觉 对比一个恨久忍耐的人 这个不单止浪费我们人生的时间 是枉费我们一生 所以在我们现在来说 你一定要学会恨久忍耐这种美德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自己是过来人 我现在不是说没经历过 我告诉你 我自己那时候十几二十岁 我已经经历过 而去到现在我五十二岁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么多年当中 在我每一次恨久忍耐当中 我都会听到神的声音 而他的按部就班 到最后 他所出现的 所给我的智慧 是直接化腐瘤为神奇的智慧 当我接到一些的事 一些的project 一些的问题 一些的case 神会教我 怎样将那件事 化腐瘤为神奇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羡慕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 你人生当中 都有一个这样的圣殿 你的身体就是神的电 为什么在神的圣殿当中 你永远都不肯进入这个耐室里面 明明是圣经教你的 但是为什么你不肯去做呢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主观强 是因为你觉得圣经是 无知理罪有智慧 还是圣经说的是真 就是 神就是爱 既然爱的第一个特质 是行口忍耐 你没有了这个特质的话 你就没办法进入你自己 这个圣殿里面 去经历神跟你说话 而事实上在这个行口忍耐里面 你可以和神立约 可以向神祷告 你可以听神的声音 甚至会主动给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意思就是 有些问题我们不懂得问 但是他会好像灵感 如果给了我 我自己本身 他会突然出现一些记忆 一些回忆 让我突然想起有些事情要做 突然想起某一件事 当中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神很多时候会用这个方法 去回答我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 其实我很多真理的难题 根本就是我等候的时候 或者是等人的时候 或者我要付出 我恒久忍耐的时候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得到的 所以我会常常 通常在我忍耐的时候 在早期 这是其中一个最帮到我的 就是我恒久忍耐的时候 我听过 所以我为什么 我这么喜欢 敬拜赞美的歌 也是为什么 关于歌里面 我懂得那么多的启善 和秘密 因为时不时听到这歌 我就问神 关于敬拜赞美一些秘密 音乐一些秘密 神就回答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信仰里面去成长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尝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跟大家去分析 当时我其实是其中一个 忍耐的个案 先给大家理解 真言第三章第27节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过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可是感谢跟我开始 讲 不要太多育瓜 因为臭窗 胡缠狗 在这直辰 我超过 在这边 祝你 conceived 到了 现在 秉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